原标题 二战时日本勤劳动员下的少国民学校工厂化后 为侵略制造弹药1944年一月 日本东京两国火车站内少年班运工 正在将包裹从行李车上取下 以便用最快的速度送往战争前线的日军首领 1944年9月 日本的中学生正在使用机械 为日军侵略制造枪炮部件 1944年8月 在东阳机器工厂内 日本少年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虽然不是需要精细的工作 但每个人都干得有条不紊 日本的这种支援战争的集团勤劳奉势 从中日战争爆发时便开始了 图为1939年4月 2000多名学生在大阪互活神社工地进行劳动 学校工厂化被认为是日本学徒 尽劳动员的最佳形式 日本学校里的教室 全部被转为了军需用品的生产车间 1944年5月16日 日本文部省还颁布了决战非常措施 要刚知学校工厂化实施要刚 要求全日本学校遵照执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 проблемы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точinken